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黎用 黎用的話呢 我看到黎用的很不一樣 它是這種禮盒 亮晶晶 黎用亮晶晶 感覺打菜裡面就是 吃的 沒有 這些精品酒之類的 讓大家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這個是黎用的銀光棒 這個是一週年的 然後那一邊桌上的是 二週年的銀光棒 更大盒耶 對 好精緻喔 對 然後這銀光棒盒其實做的 就很精緻 所以你是大盒小盒 都會買的那一種嗎 還是全買的那一種 對耶 所以你都知道 因為盒子不一樣大 他上次做起來不一樣大 盒子上次覺得是不一樣 所以只好全部都買了 對 也不一樣 小盒子也不一樣 都不一樣 只好全買了 因為好像他是從 十三人開始都是一人一色的 然後台灣演唱會出的時候 也都是按照原本家一樣 就一人一色 所以他每一個人 都代表著一個顏色 所以會要全數 可是你說剛才 有兩百五十幾個偶像 他到時候就會有這麼多顏色 希望不要 很痛苦 才介紹到利用的就這麼精采 剛才說什麼都是 你幫忙買的 都跟你有關 對 你要不要來看一下 你要看厲害的 這個是 要送我們的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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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看六十幾個 六十幾個 一張一模一樣的CD 你買一張一模一樣的CD幹嘛 其實它是六週年演唱會的 現場販賣CD 但是因為是五個場地 所以我五個場地全部都買了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它是 來就是東京 第一週的東京 然後再來是第二週的雜幌 什麼 所以你只是貼紙幕一樣的意思吧 第四週的福岡 第五週大阪 先生你的意思是說 你去日本 然後你跑了這五個城市 所以這五週的演唱會 對 我只是 這五週演唱會 連第五週演唱會 我全去了 你就跟他們一起巡迴 對 就是這五週我就是 東京 開始從東京繞到北海道 又繞去福岡再回 從大阪再回國這樣 就整整一個月都在日本玩 就是為了演唱會 你家住地保嗎 所以幹嘛這樣子 你們家家自己還不錯 這一個月真的是很難忘 因為用了各種 很省錢的旅遊手段 所以真的是很多很難忘的回憶 沒有 明明的時候 就拿報紙來蓋 這樣子嗎 對 是這個意思嗎 原來你們是拿報紙來勳亂 沒有 報紙其實 其實這報紙 這個其實也是 我的收藏品之一 報紙也是 這個是同一天 就七月七號當天 為了宣傳偶像大師動畫畫的 一個全版廣告 我覺得觀眾看到這個畫面 覺得很奇妙 他整個被報紙淹沒了 他這個全版廣告然後呢 他就是在日本六大區域 出了這樣子的全版廣告 但是因為是同一天 同一天出的 所以導致說 你真的要在同一天內 全部把它收起 其實是幾乎不可能的 對 那我就 我多中金版的 我給你換一下那個大版的好不好 來幾頭 又換了 對 我們就這樣子互相換 換完以後 我有全套的 我好開心這樣子 你太強了 無悅無悔的這樣回 回來來 要換了這樣 大家一起換一換 這不再有問題 我覺得雖然腦袋有問題 但很聰明 腦袋有問題 剛剛連攝影師都知道 謝謝 我跟你說 為了這名套 我就聖地巡禮來看一下 現在在我右手邊 這個就是偶像大師的 玩遊戲的畫面對不對 對 可是你看我左邊這邊 Kiki 你來看 這兩張有什麼 有什麼亮 是畫面那個場景 跟那個實際的場景一樣 你找出來答案了 沒錯 你們有沒有看到 他竟然到了這些地方 然後在同一個角度 可以派出同一個場景 你真的滿閒的 因為那個竟然說錢好像 你要找到這個 我好像要罵狂的 因為那一個月 我除了去演唱會以外 我真的沒有安排其他事情 那我最後就決定做一件事 就是因為這是日本巡迴 大家這兒裡面就是 他們有18個是日本全國各地的景點 所以我想說看能不能全部都去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安插那些 到這些景點玩的行程 可是重點是你除了有18個 我實際上走了13個 13個 那剩下5個是 對啊 因為你冷落了 你就一直去13個 你好可惡啊你 你剩下5個不是 他會完成 他會完成的 會有完成 他好在溫點他一定會完成 先撇開惡德批 他的腦袋是不是有問題的疑慮 一個人跑遍日本東南西北 十三個不同的景點 過人的膽識還有勇氣 到底是值得嘉許的 就期待咱們行動派的惡德批 有朝一日能夠完成 全區制霸的創舉囉 可是我覺得你看 你造訪了這麼多個城市 這麼多個地區 你是不是也交到非常多朋友 對 非常多 你是不是幾乎 所有日本的這些 迷迷迷迷的粉絲你都認識了 不是 是反過來 是日本的粉絲都認識 好會喔 我一直都給你 我一直給你槍會槍 這是我們 我們一開始避免那是對的 好想說過他的名字 你太過分了吧 就真的滿多日本玩家會突然說 你是那個台灣來的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都認識你 你是有做過什麼事情 對 你做過什麼事情 像去年 去年有一個比較經典的 就是我除了單純帶團去以外 就是帶了大概快來 四季二十人 大概離去以外 我還想辦法舉辦了一場 國際人的版劇 那我從來沒有辦法認識 聽你講話 你看他們現在在幹嘛 我們現在在 我也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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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惡得了 我怕壞認識 你知道我剛剛忍耐很久 我想說 我現在只信心看你講話 哇哩 舉手認清的 各路批評者們 請冷靜 請冷靜 還是先聽聽咱們 人氣王惡得的經驗分享之後 大夥們再洗班洗個過癮吧 這是什麼東西 二個禮拜登 這是其實是一場 就是我剛剛有介紹 去年二月的一場 在SSA舉辦的一場大型的 我相信他是大型演唱會 那我在他的第二天 演唱會結束以後 辦了一場國際的版劇 比如說香港大陸 那亞洲區域的 比如說韓國 新加坡 那歐洲的波蘭 我記得有法國人 然後美國 加拿大之類的都有 這五項事務所的工作 簡直是跨區經營 奪國企業了嘛 如此投入的精神 熱情的號召 果然人人都敬仰的 惡得萬人民 絕非浪得虛名 現在給惡得一個掌聲給你 謝謝 謝謝 結束這一場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 好 惡拉萍 我們來看惡拉萍 你有什麼樣的特別的經典 玩太鼓達人嗎 對 這是為了玩太鼓達人 你是不是搞錯謊 我很努力的參加太鼓達人 就是那個 這張其實是為了太鼓達人去 就是那個NikoNiko超會議 超會議是一個大小會的活動 他在有像大師的舞台 那因為我都去了 所以想說 那我也去參加 我像大師的舞台 順便對不對 順便 順便 挖一個坑邊 他比較好 雖然是順便 雖然是 六成以上時間都在上面 真的假的 雖然是順便 但是為了要拿到 像那個右上角 就是右上角這個號碼牌 我可以坐在那個照片上 下面照片上 第二排最右邊就是我的 你傻了 這是我 這是我 你要看到嗎 這是我 我聽你在那邊講 真的 台上是我 那個羊頭是我 你是那個床 對 為了要拿到這個號碼牌 坐到很 坐到很前面 他只能很多 那我 前一天晚上 我就是睡在那個會場旁邊的卡拉OK 他旁邊什麼都沒有 就卡拉OK 我就睡卡拉OK 然後五點去排隊 排了五個小時 然後開始用 用跑的跑去排隊 才拿到這張號碼 嘿 別大驚小怪 為了舞台活動露宿夜排 其實只是身為粉絲的基本功而易 身為專業的汽車維修員 不是 是 專業的偶像製作人 烏拉拉批還有更不思議的追星經驗 那本來是 本來是因為要來 要去聽那個地公禮會的座談會 然後發現從一兩歲的活動 他要衝過去 對 他的行程非常豐富 OK 等一下行程更豐富的是 已經有人說已經走錯棚了 你看這邊 他說請問為什麼會有小蘿莉 到底 對 小蘿莉 我們心動以後 這兩個人是來換 應該是蘿莉口 不是 不是 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這個環環 不是吧 對 這兩張的故事是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在等 我那時候我在老闆就去了 可是它是中午的活動 中午才開始的活動 怎麼要講 大家都在期待你跟我去 中午的活動是你跟他怎麼邂逅的 是 我跟他邂逅 是在一個空洞裡的 那個 那個就是我那時候在等 然後台上在排一點 然後我們就在下面等 然後其實那天滿無聊的 然後那個小妹妹 她們就來這邊賣 現場賣飲料 講快一點 她們都在場賣 賣飲料 有我們的問題嗎 然後那時候我們大家都很閒 其實一開始我沒有人家理他們 結果後來有 有一些人家就太閒了 她就教那個妹妹講話 她就講什麼 她就教妹妹講話 起訴說妹妹會講說 這 不是說人生有飲料 然後 然後被點名了 幹嘛 賣飲料 賣飲料 對 就是 因為被點名你們嚇死 你們不會看起來 因為被點名受不了 所以我們就不得不站起來 沒人家 沒辦法 這就是一日為P 終身為P 比自然反射 還要再直覺的使命感囉 好啦 趕快來換利用P 來跟我們分享 溫馨一點的話題吧 到底是誰 第一公的餐點嗎 不是 這個是 我們在台灣的福會上面 是所謂 聚會上面 會角色做的生日蛋糕 你們自己做的 這個是蛋糕 超美的耶 你們都可以發現 第二段長河 都是副業 在那邊都副業 都是副業 但是外的本業 外有很多副業 OK 我了解了 但是你們上面還有插蠟燭 這是她的生日歲數嗎 怎麼可能 84歲 對啊 那個是她的胸圍數 沒有 那個是這個角色的 這是我們最正常的歌 這是最正常的利用 是不是在二人教你的 是 沒有 這是蘿莉控教你的 不是 那該以女生聚來就要為了自己 也該關係 不覺得他們的故事都很微妙嗎 所以你們整個Club一定都是 大家都一定會記住 自己最喜歡偶像的胸圍 是成八字 Yes 這些聽起來有點像蝦扯蛋 我們比較不容易用 嘗試理解的製作人特殊能力 我們就先放一邊吧 主打偶像品牌的 ACG作品白白種 不曉得 The Idol Master 在三位製作人心中 有著什麼樣無可取代 無法自拔的魅力呢 我從四周年那次演唱會 經歷過現場 許多很好的氣氛以後 我就覺得這些東西 有想辦法在台灣努力發展出來 我們規模也是要 一年一年的成長期 我知道大家都認識你 我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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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規模慢慢變大 但我也覺得這種 從日本帶過來的文化 慢慢在台灣也可以發展起來 大家玩得越來越開心 那我也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在我人生中 也是越來越 不僅重要 也是越來越快樂 就很快樂的存在 我覺得他對我來講 就是一種 應該面對的人生 你知道嗎 就偶像大師 有一句名言叫 愛馬斯瓦金水 就是偶像大師 就是你的人生 但是他真的在我人生中 在了什麼 我會拍一下 在了非常重要的一席 我不拍 我知道你接受非復的責任不重 不敢受到的 承重 怎麼樣你還要講嗎 所以我跟他 你應該先講的 他們的人生 他們的人生也是受到 非常多威嚇的氣氛 我們還是一個一個來好了 請問 不要 愛馬斯瓦 除了是人生以外 最重要的是團結 因為 對我來說 能夠認識大家 然後甚至一起去演唱會 一起去旅行 每一次對我來說都是個冒險 我覺得跟 就好像心靈相同一樣 哦 對我來講其實 直播的大家都是 就 每一個人都不能缺少 就跟偶像一樣 大家都是非常團結的 因為要 我希望能夠 永遠繼續加下去 謝謝 謝謝 太好流淚了 我都已經到他眼光磣淚 我也有感到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一起出去 我跟你說 吳拉拉這個時候你不哭不起來 真的 真的 大哥剛剛已經在戳自己的眼睛 你來到嗎 你看一下 誰要剛才這樣戳自己的眼睛 尤其名算我太好了 我覺得因為偶像大師他發展了 現在發展了十年 他是一個 已經有很多的歷史 然後他有一個 很堅強的 怎麼講 他的產品線 他有 都會定期的出遊戲 或是活動這樣子 就是來玩這個遊戲的話 你第一個是 你可以很安心的在玩這個遊戲 他已經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那接下來也許還會 他還打算再玩一個十年 也不錯 還要玩到三十年 對 他就是他可以一直玩下去 然後你也可以從這裡面 在玩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認識很多朋友 這樣像二德說的這樣子 然後讓他死為 你的人生的一部分這樣子 好啦 聽完了有笑有淚有趣味 有難忘的真心分享之後 你是不是也想要踏入 偶像大師的世界啊 只要有愛 什麼時候入坑都不嫌晚喔 大方展現一下你的追星魂 下一個專業的製作者就是你 好啦 其實看我們今天來賓 我們這樣不夠的情況就知道 他們為了支持偶像大師啊 意外激發出 他們有很濃烈的情誼 是非常棒的 謝謝你們今天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